每天一早我们起床的时候 就要面对新的一天生活上种种的挑战 这些挑战的形态各不相同 有身体上的挑战 财务上的困难 人际关系的问题 情感上的考验 甚至是信仰上的挣扎 生活中的许多挑战 是可以解决和克服的 不过 有些其他的考验 可能难以理解 也无法克服 会跟着我们一辈子 直到我们离开人世为止 我们在今生有耐心的承受 可以解决的挑战 并继续咬紧牙根 去承受无法解决的挑战的时候 重要的时候 重要的是 要记住我们所培养的灵性力量 会帮助我们顺利承受生活中 所面临的所有挑战 弟兄姐妹们 我们有一位慈爱的天父 他已对我们的城市经验有所安排 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学习到所需的教训 有资格在他面前享有永生 先知约瑟斯密的生平中 有一件事件 说明了这项原则 那时 先知和好几个同伴 被囚禁在密苏里的利伯地监狱 好几个月 在狱中饱受折磨的时候 先知约瑟献上千倍的祷告 恳求主 解救圣徒脱离当时所遭受的苦难 主在答复中教导先知约瑟 恨我们每个人 如果我们好好忍受所面临的挑战 一切事情都将对我们有益 主对约瑟的请求是这样答复的 我的孩子 愿你的灵魂平安 你的逆境和你的苦难 不过是片刻 然后 如果你好好吃手 神必提升你到高处 天父已将今生这趟旅程设计成 我们品格的失恋所 我们会面临好的和坏的影响力 然后被赋予道德选择权 自行选择我们想走的道路 古代先知撒摩尔教导 因为看啊 你们是自由的 神已容许你们采取行动 他已赐给你们知识 也让你们自由 天父也知道 我们因受制于世俗繁区的关系 不会一直都做正确或正义的选择 也因为我们不完美 会犯错 我们需要帮助才能回到他的面前 耶稣基督的教导 榜样 以及赎罪牺牲 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帮助 救主的赎罪牺牲 让我们有机会经由悔改的原则 在未来获得救恩和超生 我们只要诚心诚意悔改 赎罪就能帮助我们成为洁净 改变我们的本性 顺利承受我们所面临的一切挑战 持守到底在耶稣基督的教义里 是一项重要的原则 持守到底很重要 因为我们永恒未来的品质 与我们在正义中持守到底的能力 是成正比的 先知尼斐在尼斐二书第31章中教导我们 我们在接受了和耶稣基督一样的拯救教义洗礼 以及接受圣灵的恩赐之后 必须努力前进 保享基督的话 并持守到底 看啊 父这样说 你们必得永生 所以 为了获得天赋一切祝福中 最大的祝福 也就是永生 我们必须完成所有必要的教义工作 并且继续遵守一切相关的圣约 换句话说 我们必须好好持守到底 我们是否能在正义中持守到底 与我们见证的强弱和归信的深浅 有直接的关系 当我们有坚强的见证 真正归信耶稣基督的福音 圣灵就会在我们做选择的时候 启发我们 我们所做的选择 也会以基督为一归 并且支持我们在正义中 持守到底的渴望 假如我们的见证薄弱 只是表面上归信 那么我们就会比较容易 受到世俗错误传统的诱导 做出不好的选择 我想分享一个经验 来说明在体能上 持守到底 必须付出的努力 然后再与在灵性上 持守到底 必须付出的努力 所以比较 在我传闻教 刚返乡的时候 有机会在加州一所大学的 一位受人敬重的教练 兼座家所负责的球队里面打球 这位教练非常注重 他的球员在球季开赛前的体能状态 他的其中一项赛前训练 就是所有人都必须在一个 严苛的时间线之内 跑完学校附近丘陵地的一个越野跑道 否则休想碰篮球场上的一颗球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跑 这个跑道的时候 那时我一反向就去跑 结果累到 让我以为自己快死了 经过好几周严格的训练后 我终于在限定的时间内跑完 达到教练设立的目标 能够跑完全程 并在最后卯足全力 加速冲向终点线 那种感觉真的很棒 要把篮球打好 需要有好的体能 体能状态要好 是要付出代价的 那个代价就是奉献 坚持和自律 要在灵性上持守到底 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那个代价同样是奉献 坚持和自律 如果想要持守到底 就像身体需要锻炼一般 见证也需要锻炼 所以我们可以用哪些方法 让我们的见证保持在良好的状态呢 只在电视上看篮球赛 是无法锻炼出打篮球的好几格的 同样的 只在电视上看总会大会 也无法锻炼我们的见证 我们需要研读 学习耶稣基督福音的基本原则 然后还要竭尽所能地去奉行这些原则 这是我们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方式 也是我们让见证坚定不遥的方式 当我们面临生命中的逆境 而我们的愿望是效法 耶稣基督的品格的时候 有必要在灵性上做好准备 在灵性上做好准备是说 培养灵性的耐力或力量 让灵性处在良好的状态 当我们的灵性处在极佳的状态 我们就会不断选择正义的事 我们奉行福音的渴望和能力 也会变得坚定不已 一位一名作家曾经说 你必须成为河水都冲不走的石头 由于我们每天都会遇到挑战 所以每天锻炼我们的灵性耐力很重要 当我们培养出灵性的耐力 世俗的错误传统 和我们每个人 和我们个人每天的挑战 对于我们在正义中持守到底的能力 就不至于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 灵性耐力的美好例子 可以从自己的家谱中找到 从我们祖先的许多故事中 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展现 持守到底这项正面特质的榜样 我自己家谱中的一个故事 正好可以阐述这项原则 我的曾祖父约瑟·梅恩 1856年出生于 英格兰约克郡的赫尔 他的家庭在英格兰加入教会后 一路飘洋过海 费尽千辛万苦抵达掩护城 1883年他娶艾蜜利吉普为妻 两个人育有八名子女 1910年6月 约瑟·蒙昭汉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 那个时候他53岁 他在妻子和八名子女的支持下 回去祖国英格兰传教 中心的服务大约两年之后 有一天他和同伴骑着脚踏车 要去参加在英格兰格洛斯特的主日学聚会 他的脚踏车爆胎了 他下车检查破损的情况 他一看爆胎很严重 要花些时间才能修好 于是告诉他的同伴先去主持主日学聚会 他会随后跟上 他刚说完这句话 整个人就不知倒地 因为心脏病突发 当场死亡 约瑟·梅恩从此 和他的妻子和八名子女 天人永别 他们把他的遗体运回延屋城之后 在旧的华铁卢会议厅举行葬礼 当时十二使徒定合族的安东尼·伊文斯长老 在他的丧礼上说的一段话 教导了我们重要的一刻 让我们对生死有更深的体悟 他说 这就是福音赐给我们的 不是对死亡免疫 而是透过对荣耀复活的盼望 而战胜死亡 约瑟·梅恩就是这样 我很高兴 很满意 也很欣慰地知道 这些人在正义中献上生命 横手所信得到 忠于信仰 这个家谱 激励我要尽最大的努力 去效法我曾祖父 持守到底的榜样 以及所展现的灵性耐力 他的妻子艾米利所展现的信心 也同样激励着我 他在丈夫约瑟死后 所要背负的生活重担 想必十分沉重 但他仍保持坚强的见证 完全归信福音 终其一生都忠于信仰 并独自抚养八名子女 使徒保罗说 我们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 缠累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在这世上 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是一场充满种种障碍的耐力赛 这场赛程中的种种障碍 就是我们每一天一早醒来 所要面对的挑战 我们来到这世上 就是要跑完这场赛程 要运用我们的道德选择权 在是非对错之间做选择 我们若要光荣成功地 跑完这场赛程 回到天父面前 就必须付出奉献 坚持和自律的代价 让灵性保持在良好的状态 培养灵性的耐力 并要有坚强的见证 来引导我们真正归信 如此我们才能在内心深处 找到所需要的内在平安与力量 去承受各种可能面对的挑战 所以不管你 不管你每天早上 醒来之后要面对哪一种挑战 要记住 只要培养出灵性力量 加上主的帮助 你就能在比赛中了之际 像使徒保罗一样充满自信 他说 我现在被交电 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 我已经跑进了 所信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我要向各位见证 确实有一位慈爱的天父 他制定了伟大 且永恒的幸福计划 这计划 带领我们来到当今这个时代 愿主的灵 激励我们每个人在内心深处 都培养出持守到底的力量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